在传统的经典物理学中 可以认为一切都是连续的 我们的世界就像一张矢量图 可以无限放大而不是真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 我们的世界可能有着一个极限分辨率 决定它的就是普朗克常数 好 通俗一动聊量子 这里是俗说量子 我是林某 19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数学已经非常现金了 比如像是微积分统计学 还有广义相对论用到的那种 和传统欧式平面几何完全不同的非欧几何等等 在这些给力的数学工具的帮助下 当时的经典物理学可以说已经非常成熟了 无论是牛顿的经典力学 还是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 包括热力学 这些都已经被物理学家们研究的相当透彻了 1875年 当时正在读大学年仅17岁的普朗克 他的导师就曾奉劝他 别学物理了 学点别的吧 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 现在物理学大厦已经基本建成 以后的物理学家们 只需要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行了 类似把一些数值的小数点往后多加几位 仅此而已 虽然这些话现在我们听起来像个段子 但作为当时的物理学家们 他们确实是有这个底气的 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实验现象和结果 都有合适的理论来解释 而且理论还能和实验结果完美问和 那时的物理学家们对大自然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好奇 而有了一种世间万物近在掌握的感觉 不过就在一切看起来非常完美的同时 热力学之父凯尔文男爵也提出了一些担忧 就是所谓的物理学晴朗天空远处的那两朵小小的乌云 在1900年的一篇演讲中 凯尔文描述了这两朵乌云 第一朵是关于光速以及旧的以太观 这朵乌云不久就会被爱因斯坦用狭义相对论而驱散 而另外一朵是关于比热问题的能量均分理论 它将引导普朗克正式敲开量子理论的大门 你可能会有疑问 第二朵不应该是紫外灾难吗 其实在当时的演讲稿的原文中 并没有提及黑体辐射和紫外灾难 不过黑体辐射和比热问题有一定关系 而且后来在这方面先有了一定突破 所以才被大家当作第二朵乌云 那具体什么是黑体辐射和紫外灾难呢 首先黑体辐射是一种现象 紫外灾难指的是对于该现象 依靠当时已有的理论无法给出合适的解释 所以才被称为灾难 黑体可以简单看作就是一个 没有外部光源照射的物体 它发出的光都是由自身热量导致的热辐射 辐射波长的范围除了可见光波段外 同时也包含了红外线紫外线这些不可见波段 而且辐射光谱完全由温度决定 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发红光代表温度不是太高 如果发蓝光则说明温度比较高 其实通常高温时因为包含了各个波段的光 所以实际看起来一般会发白 另外关于波长和辐射强度的具体关系 实验物理学家早已非常精确地绘制出了对应的曲线 这时候物理学的方向主要还是由实验物理学家来主导 也就是先发现某个现象 然后理论物理学家再通过一顿推导 从理论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对于黑体辐射的曲线 理论物理学家起初也是信心十足 毕竟当时的热力学统计物理都已经非常发达了 黑体的辐射无非就是电子振动产生的电磁波 想着怎么着也能给算出来 但是后来理论物理学家们纷纷在这里栽了跟头 物理学竟然在这里失效了 倒也不是说理论完全没法给出解释 只是每个理论都只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现象 比如常用的锐利金斯共识 它在低温情况下还基本符合 但随着温度升高 曲线将变得越来越陡峭 在靠近紫外线部分时 黑体发出的能量竟然是无穷大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被称为紫外灾难 当时的大部分研究黑体问题的物理学家 都在尝试用经典理论来推导 包括当时已经42岁的普朗克 他在反复研究无果的情况下 决定尝试换个思路 我能不能先不管物理推导 直接在数学上凑一个公式出来 随后他还真就硬生生凑出来了一个公式 由于这个公式完全没有推导过程 所以普朗克随便先找了个期刊发表出来 然后再考虑怎么从物理角度解释这个公式 好在普朗克本身就是搞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的 经过几个月研究后他发现 只需要满足一个物理假设 就可以推导出该公式 那就是假设光波的能量不是连续的 而是一份一份的 具体每份的能量由光的频率决定 也就是E等于Hν 其中H是普朗克常数 Nu是光的频率 然后整体光的总能量 则是这每一份能量的整数倍 然后根据热力学 虽然高频率的光一份的能量比较大 但是它出现的概率相对比较低 所以整体的辐射就没有那么多 因此就不存在所谓的能量无穷大问题 此时普朗克还没有意识到 量子理论的大门已经被自己不经意间给敲开 包括自己定义的这个普朗克常数 也成了后来量子力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符号 日后凡是大家看到一个公式里出现了普朗克常数 那么说明这个公式一定起源于量子力学 虽然普朗克的这个解释确实避免了自外灾难 但是引入的这个一份一份能量的说法实在有点太颠覆了 能量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是不连续的 所以这个普朗克公式发表后并没有引起重视 大家只是把它当作一种非主流的解释 听听就算了 完了还是继续在经典理论中去寻找答案 像之前说的那个瑞利金斯公式 它其实就是在普朗克公式发表五年后才正式提出 可见当时大家对普朗克的量子解释多不当回事 毕竟对于这一份一份的能量 它在物理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普朗克自己也想不明白 第一个将天机说破的还要说是我佛爱因斯坦 在著名的爱因斯坦奇迹年1905年 包括最有名的侠义相对论在内 这一年里爱因斯坦一共发了六篇论文 其中一篇是关于光电效应 也正是凭借这篇论文 爱因斯坦拿到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个诺贝尔奖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在这篇文章刚发表时 其实它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先解释下什么是光电效应 它指的是这样一个实验 当把一束光照在金属板上时 金属板有时候会向外发射电子 用经典理论来解释的话 就是电磁波携带的能量 转化成了电子的动能 所以电子跑了出去 但这里面有个反常的现象 就是当你用红色光去照时 不管光线有多强 电子都很难跑出来 但是当换成绿色光时 电子就很轻松地跑了出来 而如果换成蓝色光的话 电子不光能跑出来 而且跑得还很快 按照麦克斯韦的理论 电磁波的能量只跟强度有关 和频率没关系 那么只要电子从光波中 攒够能量后 就应该能跑出来才对啊 对于这个现象 安斯坦是这么解释的 假设按照普朗克量子化的思路 因为光是一份一份的 频率越高的光 一份光也就是一个光子 它携带的能量就会越多 这样它打到电子上 才有可能把它打飞 如果频率太低的话 那么每一份能量就很低 所以无法把电子打飞 虽然安斯坦对光链效应的现象 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但是这意味着光被重新定义成了粒子 而不是连续的波 要知道 当时整个物理学界都认为 光是一种波 不是粒子 这没什么可争辩的 阳式双凤实验早就给出了铁证 另外麦克斯韦方程组也解释了 几乎所有的电磁现象 所以很难让人去相信光不是波 毕竟既是粒子又是波 这种玻璃二相性的观念 当时还没有 所以安斯坦的这篇论文 当时也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甚至要不是审搞人恰好是普朗克 这篇文章没准备退回去也说不定 虽然大家都不关心光链效应的这个解释 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安斯坦当时还只是个专利局的小职员 但两年后 安斯坦把量子思想应用到了固体比热领域 也就是当时凯尔文男爵所说的第二朵乌云 这次他的理论引起了一个热力学大佬的注意 也就是提出热力学第三定律的能斯特 能斯特意识到了量子理论的重要性 随后在他的推动下 第一届索尔维会议的主题就是辐射和量子 安斯坦也硬要参加报告题目正式比热问题 经过这次会议 量子理论才算是真正被大家重视起来 但是这里面主要还是些年轻人 而对于那些老一辈的物理学家们 他们很多人仍然不接受量子理论的说法 甚至包括普朗克自己 他始终都无法接受光量子的概念 此后多年他仍然在尝试用经典理论 解决黑体辐射问题 但是始终没有成功 如果说当时的普朗克 只是轻轻地将量子理论的大门 敲开了一个小缝 然后往里看了一眼便走开了 那么安斯坦则是将这扇门彻底推开 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们走了进去 那在量子理论大门之后 究竟隐藏着哪些未知东西 下期我们接着一同探索 好了通俗易懂聊量子 我是林某 诉说量子 下期见 拜拜